宣话上人,1987年9月18日,我想起我东北那个地方有一个故事,这个故事是真的,是个汉人的故事,东北有个多欢站,多欢站旅我住的地方,大约有18里路,那有个明武爷,明武爷的钱不知有多少,从北京到他家大约有1500里路,以前是坐马车,不像现在有汽车,巴士,火车,飞机,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,从北京到他家1500里路,他这一路走,不用喝旁人的井水,一路上到处都喝他自己井里的水,一路上都是他的土地,你想见有多少个村庄,有多少井,这井有多少,他怎样发的才能? 从北出产人参,人参七两位参,八两位宝八两以上就是宝了,他和一个结拜的兄弟,到山上去放山,放山就是拿着一只锁龙棍,锁龙棍上头不知放上多少金钱,一看见人参就叫,你要是不叫,这个人参就会藏起来,你这一叫,就好像念个招,把他的神通变化给遮住了,他就变不了, 所以放山的人都懂,拿着锁龙棍,一看见人参,就把锁龙棍放地上这么一咚,大叫,棒锤,他就跑不了,据说,要是不这么叫一声,他就会跑了,你就抓不住他了,尤其是宝,他和他这个结拜兄弟两个人放山,放了几年,有一回就放到山了, 这回挖出来,真是宝,七两为餐,八两为宝,这个恐怕比十六两一斤都多,他一看,这是很值钱的东西,如果我分给他一份,那我得到的不是少了吗?于是两个人走走路,走到一个危险的山间,他一掌就把这个结拜兄弟推下山间去,本身碎骨,所以他得到这个宝,是用一条人命换来的, 可是这条人命不是自愿的,所以这里头就有一股怨气,他拿着这个餐,要过山海关去建宝给皇帝,可是如果到了山海关,关口检查,恐怕就被没收了,进不到皇帝那儿,于是他就想个法子,想什么法子呢?买了一口棺材,把这人身放到棺材里头,说是往回运令,运他父亲的尸首,到了山海关那儿, 大概检查的也很严,就说是尸首,我们也要看一看,这时候,斩散惊惊的,人家把棺材盖打开了,你猜怎么样?这人身果然变成一个白胡子的老头,藏在棺材里,就这么妙,因为他是宝吗?他想他是什么?他就是什么?这就混进去了,到了皇帝那儿,进贡给皇帝,皇帝就问他,当时他也不知道, 要说多少价钱好,于是他没有办法,就躺到地下,皇帝就说,哦,你是有一躺啊,银子往外一躺,躺出的银子都是他的,躺不出来的都是皇帝的,这一躺不知有多少,于是他就拿着银子一路码地,所以由北京到他家,一路的地都是他的,没有旁人的地,多少钱他都买,钱多了, 他就变成名母爷了,名母爷造宅子,他造的宅子一斤一斤有五斤那么多,东北古老的造吧,造房子都有住脚石,你猜他用什么做住脚石?就用银子,银子把跌倒,用一块一块的银子,来做房子的住脚石,造砖,每一个砖底下有四块大钱,在钱庭的时候,铜钱都是很值钱的,就这么藏,这就表示他豪华富贵, 对,等到造的差不多了,他的太太有越快生产了,他就看见他一掌推到山县里的结伴兄弟从门口进来了,他拿着大烟袋在那儿抽,一看这个兄弟来了,这回他觉得坏了,就出去迎接,出去到院子里一看,不见了,没有了,结果怎样呢? 后边他的太太就生了小孩,送人来报说,生了一个少爷,但是也没宝子,也不能把他弄死,就养他,这小孩子一生出来就哭,哭个不停,只愿意听什么呢? 只愿意听东西打烂的声音,譬如满一落,啪啦,啪啦都打烂了,他就哈哈笑,不哭了,不论什么东西坏了他就笑,不坏他就哭,有生以来就是这样,这都是有因果原液在里头,所以才这样,比武爷这个儿子叫什么呢? 叫三成,意思就是叫他只要回三成战务就好,以后三成长大就赌钱,抽牙偏烟,赌钱要压榜,他一下子就压几个井,一个井是一条村,几个井就是几条村,就这么赌,赌的时候,他在那儿抽牙偏烟,也不看,人家说,好好好,人家说,赢了干什么? 你看,这不是败家子是干什么的,有这个就近出阴火报应是丝毫不爽的,谁帮着谁,谁破坏谁,都有一定的,好像我这么一个很没有用的人,你们大家都来帮助这个没有用的人,又有的人说喜欢听我讲话,其实我讲的,真是白水蹲白菜,赞而无畏的,你们愿意听我讲的,都上当了,不过话又说回来, 你们可以说都是来还我的债,大概我以前都给过你们好东西吃,说,你们不要挑食,不管好不好,你们都还在这儿耐心的听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